为什么说在路上一定要远离油罐车呢 这是模拟刹车后油罐车内部的状态 看上去波涛汹涌 十分吓人 但实际上油罐车的罐体并不是中空设计 这是油罐车内部真实的模样 可以看到罐体里面加装了许多隔板 将它分为了多个仓室 那么这个隔板在油罐车内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简单来说它就是防波板 用来降低油料的大幅度摆动 当油罐车在路面上行驶时 其内部的液体会随着怪性产生剧烈的摆动 就像视频开头那样 可不要觉得这个波浪没什么杀伤力 据统计油罐车在进行刹车时 这个翻滚的油浪对罐体造成的冲击力 能高达自身重量的三倍 不仅如此 高频摆动再加上剧烈的摩擦 会导致油温升高 甚至发生爆炸 所以为了安全 防波板的设计非常有必要 画面中就是安装防波板前后油罐车内部状态的对比 可以看到 当液体在罐车内部流动时 由于每个仓式的体积变小 液体的运动会变得更加平稳 这有效增强了油罐车在行驶过程中的稳定性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它只能缓解前后的晃动 却无法干扰液体左右幅度的摆动 所以在驾驶油罐车时需要格外的小心 因为它翻车的几率真的很大 而这也就是为何不要在路上靠近油罐车 更不能与油罐车抢到的原因 其实飞机的油箱也采用了类似的设计 工程师把油箱分成了很多隔间 通过阀门相连 这样一来 除了正在使用的格子 其他格子的燃油是满的 自然也就不会有晃动的问题 简单做个实验 画面中就是模拟飞机晃动时 油箱内部的状态 可以看到 靠近右边被装满的小油箱 基本不受晃动的影响 而左侧拌满的油箱就会随着惯性一起颠簸 在容器中有限的液体冲击力就如此之大 那海浪的杀伤力岂不是更加恐怖 据统计 每平方米的海浪能产生 290千牛到490千牛的力 可以轻松摧毁岸边的船只和房屋 所以海边也有类似的防波装置 比如防波堤 它能通过不同的结构和设计干扰波浪的运动 从而减少波浪能量的传递 其中比较有趣的就是反射反向消波 以其人之身环其人之道 防波堤的堤深会向海浪一侧倾斜 直接反射波浪 波浪反射后再与下一个波峰相遇 会产生波浪干涉 这能使得波高逐渐降低 直至最终消散